李宗盛 郭文贵 刘馆长在座的各位老师以及同学大家好 那我今天是怀着这个为良家的心 因为我个人在民国八十年到一百年 我是在文化电机系任教 拿出来串联的做艺术 所以我也借这个机会分享一下 那我今天主要讲的是艺术投资跟拍卖市场 所以虽然我在文化已经交了二十年 但是我这二十年主要都是讲叶子学跟地路学 今天来这里也是首度讲艺术的领域 那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几个主题 那第一个我的公司呢叫地图科技文化 那为什么我叫做科技文化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是创立的是这个飞池洲艺术网站 我想用这个网站科技来推广艺术 用科技网站来推广文化 所以我想用科技文化 那再来为什么我取名叫做地图 反过来讲就是图画界的地图 给这一个气土军 图画界的帝国 或者是呢 帝王的图画 各位可能不晓得 拍卖市场里面最贵的画作 一定是环帝拥有的 像前楼环帝 甚至于最早的这些寿徽洲 环帝拥有的图画 就是最贵的图画 因为我们的地图呢 我们有这个气土军 我们是要做这一个环帝的图画 然后我创立的是 飞池洲艺术网站 飞池洲现在亦来 地图艺术看案会 跟地图艺术的网拍 安安民等 那为什么叫做飞池洲的艺术网 因为飞池洲之物 就是龙 龙行天下 因为网路是无远佛见的 龙行天下无远佛见的 然后呢 龙就是中国人的怀帝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地图 所以这个林志仁彼此都是有相关的 那我们公司呢 是在2009年成立的 也就是民国98年 其实我文化是做过100年 那中间有两年呢 我是一边基于事业的 一边在学校教书 但是两年过去了之后呢 我发觉公司 完全没有收入 这时候呢 我就思考一下 好了 随时都要思考 也 同时也给 这个在座的各位呢 就是说你的人社会 也很暗藏 但是不管你选择什么的时候呢 你随时要思考 好 这条路我现在的做法到底对不对 当我做了两年都没有收入的时候呢 我觉得至少是我不能够讲他的两条船 我好像只能够缺席做一件事 所以我毅然决然学校就辞掉了 其实呢 在学校呢 专任二十五年就可以退休了 我已经二十年 我记得那时候呢 要辞职的时候呢 校长呢 还 齐职问我 说 因为你就只有五年而已 但是呢 我想呢 既然我决定要走这条路呢 获府沉州 毅然决然 所以呢 我到这一个 一百年的时候呢 文化就辞掉了 那我公司一开始化业的时候呢 资额大概是八百万吧 那现在呢 一直扩充呢 资额也就是二点一亿的 那 我的公司呢 地图科技文化呢 应该是台湾现在 所有的艺术拍卖公司 唯一一家股票三星会的 在这几天大概是七十块钱左右 那也是所有的视觉艺术类人 唯一一家股票三星会的公司 那么我们也是台湾的第一家 同时有古董 有书画 有西画的拍卖公司 那我们在去年呢 里叶尔一年呢 总拍卖的成交结构是十亿 以及所有台湾拍卖公司的第一名呢 那我目前觉得最欣慰的是呢 我设立的飞驰舟艺术啊 飞驰舟线上艺术啊 以及地图艺术拍卖 但这个地图艺术等 都是台湾人最新的唯一的 几乎都是我自己的创意想出来的 尤其是我最欣慰的是呢 目前全世界最大的跨栏电商平台 叫阿斯里 全世界最大的艺术家电商平台 叫沙奇网站 跟我们飞驰舟艺术啊 非常的类似 那你会想说 你这copy的那单的还类似的 很欣慰的一件事情是 飞驰舟艺术啊 在2009年 地图成立的第二个月 我们就开设飞驰舟艺术啊 目前已经满14年 要进入第15年了 但是阿斯里跟沙奇网站呢 他目前大概是10年而已 所以也就是说 很欣慰的是 我们的飞驰舟艺术啊 不是学他们的 那我不敢说他们学我 但至少我很欣慰的是 这两个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网站 我们的想法是类似的 而且我成立的比方面还早 再来我们来看第一个主题 艺术欣赏收藏跟投资 这个就是艺术的三部群 你首先一定会经过欣赏 我相信每一个人 对每个事物都会想欣赏 你睁开眼睛 比如说 然后呢文化沿途的风景 就是一种欣赏 你看到我们的管的建筑 非常漂亮 这也是一种欣赏 然后呢当你欣赏之后呢 深度的欣赏 你就会想收藏 你就会想收藏 很想要很想要之后 你就会收藏 其实管艺的收藏 在座各位都有 例如说你一定有书签法 书签也是一个收藏 不一定要艺术品 你的文具 你一定想买一个你喜欢的 好的 这个就是收藏 再来深度的收藏 当你收藏到某一个程度 你就会想到 它的价值 我这个收藏品的价值 值不值得 现在值多少 这个就进入到投资了 当然有些人 他艺术欣赏 过了很久几年之后 才会做收藏 收藏几年之后 才会进入投资阶段 但是有些人会很快 像我个人 其实我是同时进行的 我记得我到第一家画廊 去看画的时候 当我在这幅画前面 看了五分钟之后 我就有一股憧憬 想要把它买下来 所以我应该是画廊老板的 最喜欢的客人 当我很想要这幅画廊 就会收藏 只是 我在还没有开设 地图之前 我个人收藏的大概有十几年 其实 应该也有花了将近两千多万 可是这个时候 我老实讲 我从来没有想到投资 我只想到说我喜欢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要赚钱 它的价值 真正投资价值 是我开设地图之后 不知不觉的 我就把每一个艺术品 都会联想到它的价值 这时候呢 我才会开始进入做投资 那要投资艺术品 一个基本观念 目前最贵的艺术品是多少 在座的同学呢 今天呢 这个 虽然是短短的两小时 但是回去之后呢 你可能这边给你的同学 室友炫耀一下 回去第二个他炫耀 你想会想一下 全世界最贵的艺术品 就是这一件 达文西的救世主 在2051里呢 这个胶色 2017年 这一个胶色的摊耐 4.5亿人民币 这一件 所以呢 你想的一个基本概念 目前最贵的一件话 在摊耐市场 4.5亿美金 4.5亿美金 核台币已经是一百多万 一百多亿了 再来 市场 艺术市场的总几个额大概是多少 问 以2020年 开卖市场是一百零五亿美金 2021年是一百七十亿美金 比较说虽然呢 这三年疫情影响不景气 可是 艺术品的市场不受影响 成交了 成长了60% 那以2021年 拍卖市场是一百七十一亿美金 和台币就是五千亿美金 这是全世界的 那拍卖市场叫做二级市场 画廊艺术家卖出来了叫一级市场 他们的比例大概是一比一 所以你把它乘以二 就是总视觉艺术的市场 一连大概是一兆台币 一兆台币 那再来 目前为止 对于单见拍品 为什么我们是讲拍卖 私下买卖不算 因为私下买卖 它没有一地的标准 那拍卖会 这是一个勾心力很强的 所以我们也拍卖市场 全世界最贵的单见拍品 十见拍品 当然最贵的一见 是达文西的救世主 能不能在我下方看出哪一个 至少我刚刚讲的中间这一个 达文西的救世主 然后你再仔细看一下 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西方流化 只有一个是东方的水墨化 就是台币第七语 齐白石的十二条坪 在这里 十二件组成 齐白石 中国的四大画家 最贵的 当然这个已经过世了 齐白石了 这一件是十二条坪 是在2013年 2017年北京保利拍的 1.4亿美金 我告诉在座的各位 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是我们台湾人 拥有的 卖方是台湾人 就是住台北 前几些人 前几些人 还跟他们吃过饭 他当时 应该是在20年前 左右取得的 每一件的成本是十万美金 但是他买的时候 你不要现在看他钻石了 但是没有几个人敢买 一件是十万美金 十二件一百二十万美金 等于是三千多万回币 那时候可以买很好的房子 没有几个人敢买 他买下来之后 过了二十年 变成 从一百二十万美金 变成1.4亿美金 成长了一百倍 这个就是艺术品 它的成长 如果你买对了之后 他的报酬是蛮高的 再来 刚才是从一件艺术品 我们先再从整个年度 这个艺术家 他的所有的作品 年度的 所成交的 在2020年 全世界 美国的 占五个 中国有两个 欧洲有两个 欧洲有两个 日本一个 那日本的 各位一定都知道 在精神病院里面的那一个 草剑女生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 已经是艺术人 日本的草剑女生 他的作品已经是全世界前十里了 这个是指他年度 所有报酬的 总成交金额 中国的两个是谁 第二名叫 禅 第三名叫 赵武吉 其实他们是早年在中国 然后在文化大革命前 或者在呢 这个国民政府 撤退之前呢 他们就到 我走 放火去了 这两个人呢 刚好是不同的 典型代表 茶玉呢 他是大部分艺术家的代表 很辛苦 很穷苦 他身上只带着 去放火的机票而已 到了那边之后 就居无地处 然后他一辈子呢 他是到现在才走过 他在世的时候呢 一直都是居无地处 而且非常辛苦 吃不饱了 他在最后过世前 参与一生最好的作品 要来台湾展览 然后 化作品就运到台湾了 后来呢 他人又先去埃及 去埃及去参观 没想到呢 那时候的政府呢 是汉贼不两立 埃及那时候 刚好是跟中共建交 所以他因为触犯这个汉贼不两立 就不能来台湾了 所以他的作品呢 在台湾展览呢 他人不能来台湾 那他本来是想说 他算了 展览把他卖的钱呢 把钱寄给他一半了 要不要告诉你一件事 他那一次来台湾的作品 大概六十件 没有卖掉一件 当时每一件的人 都是几万块到几十万而已 没有卖掉一件 那他又没有钱 把他运回去 正好决定台湾 那台湾的教育部 最后来拨到历史博物馆 那一批作品呢 变成历史博物馆 一直到现在 最昂贵的一批馆餐 那六十件作品呢 刚好就是 残遇一生最好最精华 他的油画 你目前在拍场看到 拍几亿人 或是小博 可是这一批呢 我给你看这一张 这是其中一张 四螺旅 这一张真正的尺寸呢 就是由我们这一个眼目这么大 你在外面市场上 从来没有看到那么大 最大最好的残遇作品 在历史博物馆 然后后来呢 在历史博物馆 大概在四五年前 就以他的馆茶 残遇 办过一次 残遇长 把那一次轰动 残遇有史以来 最好的作品 在历史博物馆彩来 那我个人呢 就嗅到这一个契机 我就赶快去跟历史博物馆申请了 以数位为坑 数位为坑的 艺术为坑 就是我们所谓的 Anson的数位档化 由历史博物馆授权 那时候我是找最好的二十张 一套 不能单张卖 一套卖六十六万 历史博物馆很狠 他全力激动说三十五趟 我官交给他 就交了好像三千多万 那个馆长到现在 碰到我都一直很得意地说 这个是他的历史博物馆 创馆流史以来 最大的一笔收入 他赚了三千多万 那也就是说 蚕蚁就跟大部分的艺术家一样 在世的时候一聊起来 但是赵无极例外 赵无极可以说是天之骄子 他在当时国共内战的时候 他的家族就是上海最有钱的家族 所以他的飞机是整个包机的 幽人是否全部飞到法国 所以他到法国去跟财运不一样 财运是在马路的 马路上没有地方可以睡 赵无极是住最好的 这个豪宅 享受有幼人 可是他自己的创作呢 也一直创造出一个市场上最好的价值 那再来 地图 我们成立了核心价值 就是要让艺术欣赏 艺术收藏 到艺术投资 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也是我后半生 我的志愿 也是我的实力 这也是我为什么呢 我会本来是人 在电机系教书 教电机系的学生 电子学 电路学 可是人交了20年之后呢 我发现了 我只能让电机系的学生 更有专业能力 可是我让艺术欣赏 收藏 投资 成为台湾人 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觉得我的人生 更有意义 更有价值 我也更喜欢这样做 是不是 毕然毕然 串利了地图 那首先 艺术欣赏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 我个人的心目历程 我为什么要串利 非持终艺术啊 因为 在我串利地图之前 那个时候是怎样了解 艺术活动 我要了解艺术家的展览 没有地方啊 只有三本书 纸本的杂志 典长杂志 艺术新闻杂志 艺术家杂志 可是有的艺术活动 不见得会在杂志上登 我也不可能随时去买杂志 你到书局看来 这些杂志都包起来 又塑胶封死了 你看不到 那怎么办 我是以一个喜欢做艺术欣赏的角度 没有一个管道 一个平台 那时候我就想到说 那我一定要建立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能够让大家随时在上面看到艺术新闻 看到艺术报道 而且是免费的 其实那时候是15年前 还没有智慧型手机 不相信大家划了买顺 那个时候只有个人电脑 所以我就想说 为什麽不能在电脑上建立一个艺术网站 这个艺术网站能够免费的呈现各种讯息 所以我就创立了非时中艺术网站 所有的讯息免费在这里 那接下来我又想到了 在这一个网站上面 虽然可以看各种讯息 各种展览 可是如果这个展览在高雄怎么办 我不能去 在台北虽然我能够去 可是我没有时间 或者是天气下雨天气冷 我都不想逗 最好能不能有人去这个展览现场 就像我们这里一样 每一个画作 其实你只要定格五秒钟 很清楚了 对不对 每一个定格五秒钟 然后撤展来讲一下他的理念 但也不要太久 因为现在时间大家都很紧凑 最好是五分钟能够表达完毕 这样子的话我就不用去现场了 这个列头之下 我的飞池中艺术丸 就设立了影片 到现场去拍摄影片 作品把它定格 然后艺术家闪述他的理念 三分钟到五分钟的影片 在网路上播放 从十五年前的第一部影片 到现在 飞池中艺术丸 已经有两千部影片 然后上面的艺术区行 应该有几十件艺术区行的 所以他绝对是台湾这十五年来 所有艺术活动的全记录 所以你在这里 能够很轻松 尤其现在手机很方便 你只要打飞池中 就可以到上面做所有的艺术活动 进行艺术欣赏 再来 当我艺术欣赏到一部分之后 我也要想知道它的价值 所以这里我们的地图艺术研究中心 他就以艺术市场的资讯 来提供各种宝贵的资讯 那接下来 当我欣赏到某一个深度之后 我就想做收藏了 那这个收藏 我们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一开始 我也不想花太多的金钱 像在座的学生 可能也没有多余的金钱 可是几百块 几千块有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飞池中献上亦来 这个平台 我们就提供给 你只想买几百块 几千块 甚至少数几万块的作品 那这个平台呢 主要是给 大学美术系 大学美术系 毕业 甚至于在校 或者是一些素人画家 他还没有被画廊签约带领 可是他急需着有一个地方 曝光他的作品 让人家了解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加入 目前有一千多个 我们把它叫做新瑞艺术家 加入 那作品呢 应该有一万幅以上 那如果在座 有文化美术系的同学 或者是虽然是美术系 但是你是写感人生 你对画作很有兴趣 这里提供你一个地方 你可以上我们飞池周艺术 不用钱的 我们纯粹是推广 上飞池周艺术 上面 然后你自己跑进去 我们这一个县山历兰的推排 你就可以参加了 类似每一个人 有一个部落格 你可以把你的所有资料 都填上去 比赛的记录 以及所有你的展览 展览记录也填上去 虽然地点是在你家的客厅 但还是一个展览 你一直把它贴上去 然后呢 所有的画作 把你要卖的基额 都填上去 这一个 我们是给那些 还没有被画廊带领的 新锐艺术家 有一个平坛 曝光 完全是脸废 卖掉之后呢 象征性的 我会给你三七分 我的地图呢 只是收30% 你收70% 那在这里呢 可以在你 有一个曝光的地方 如果要卖掉 有性卖掉的话呢 也是一个成就感 这个如果在座人 有美术系的同学 或者是呢 一些素人的画家 你很有兴趣 可以也到这个平台看 这应该是一个 很好提供给你的经费 给你的机会 一切都免费用 基本上 你不用审核 你的唯一的审核 就是看的人 要不要买 然后对你 残酷的圣格 卖不掉是正常的 继续改进 再来 当你刚才那个西瑞艺术家呢 你有收藏一部分之后呢 你想要收藏更专业的艺术家 在飞池洲艺术上 上面有一个画篮平台 上面有一百多家画篮进驻 大概呢 台湾全十道画篮都在里面 那你到里面去呢 每一个画篮 他自己都有带领的艺术家 可以跟里面的选购作品 这样子的好处是呢 你不用跑每一家画篮 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 把全台湾所有画篮 所有艺术家的作品都看完 把你慢慢的选择 也可以随心赏 不一定要买 这个是你可以自己的 那刚才呢 我再回头讲 我们这一个西瑞艺术家的 线山艺术呢 这里我讲一下就是呢 你跟地图呢 只是签作品约而已 比如说你剖十件 就是这十件作品 你委托地图帮你卖而已 所以你随时可以跟 艺术家跟画篮 随时可以签约 所以目前来讲 我们有很多画篮 现在很有成就的艺术家 其实早期都是从菲池州 线山平台出来的 也有画篮 回到这个平台上看 他看到好的艺术家 他就会跟你联系 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毫不保留 没有任何限制 你把你的联络 电话写出来都没有关系 你的个人网站写上去 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的目的就是推广 让大家看到你 你被艺术家签到 我非常高兴 大开手 恭喜你 他只要跟艺术家 跟画篮签约之后 你从五百站上的画座 随时策下来 和菲池州的合约就结束了 你随时可以策 或者是 这些 你在上面的五件作品 例如说有一件 有朋友 或者有人看到 很好打电话给你 私下判 你给我打折好不好 可以 你私下跟他成交呢 你就把这个作品撤下来的话 很高兴 恭喜你 所以我这个晚上 本来就不是任何限制 合约有的 我本来就是让你 希瑞艺术家 有一个曝光的平台 再来 当你在画篮的艺术家 搜查到某一个程度之后 你希望测试你的搜查 有没有价值 你就可以到最高殿堂 也就是我们 艺图艺术看案会上面 去锻炼你的能力 一般在看案会上面 一定要有成名 很好的艺术家作品 潘艺术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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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是上代界 艺术家最大是一代人 不大可能可以超过 潘艺术家作品 潘艺术家足品 潘艺术家作品 还有可能研究 把藝術從欣賞、收藏、投資 一條龍的在地圖的平台上 都可以服務 比如說你不管要做藝術欣賞 藝術收藏、藝術投資 只要在地圖的平台上 你都可以完成 那麼這裡是一個類比於股票 類比於我們銀函金庫的一個對比的關係 我把它做一個表格 首先我的飛池中的謝山藝衍 他是在做新銳藝術家的作品 就非常類似於未善事股 未善事股票比較便宜 可是你要承擔的風險比較大 就是他可能不會騎 這個新銳藝術家可能過兩年了 他就不放話改行 再來飛池中畫藍平台 他帶領的是比較成名的 有一定地位的藝術家作品 這個就非常類似於新貴股票的業務 在新貴股票上 就是一定 就像地圖一樣 一定有一定的水準的一些公司 最後食品的拍賣呢 就類似於上市櫃的股票交易 當然 他這些公司 像大力關 像這個紅海 像台積電 可是股價相對就高了 最後我們的飛池中 藝術網站 他提供所有的藝術資訊跟媒體 這個就類似於 我們在股票上面的研究部門 然後 地圖藝術研究中心 提供藝術產業的報告 這個就類似呢 這個監控著國務的部門 這個呢 我們把整體的 或者在地圖的整個平台上面 可以做全部產業 和一條龍的服務 那這個我們剛剛講過的 限山一覽就類似為善事故 畫的平台就類似於新貴 實體的攀案位 就類似於善事貴 那我們的 飛池中藝術網站 地圖藝術業務中心 就類似於銀行的研究部門 那藝術基金跟藝術融資 我說了一下 其實這兩個部分呢 在全世界 在全世界呢 幾乎呢 連中國大陸 都在進行 可只有台灣沒有在進行 例如說呢 藝術基金 大家都曉得 你買股票也可以買基金 這個基金呢 他是又來專門投資股票 專門投資發帝場 專門投資債券 可是就沒有專門投資藝術品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地圖未來也準備有做的 今天你要把藝術生活化普及 本來藝術投資 這個股票跟反帝場跟債券投資 其實是同樣的分析 最後藝術融資 這個也是呢 一個很怪的現象 藝術品代款 歐美幾百年了 歐洲 法國 藝術家 我都可以拿我的 我是藝術家的名義來代款 信用代款 中國大陸 他都可以藝術品投資 只有台灣都可以 可是呢 我在各式各樣的研討會上面 我問過了 政府的長官 假髮一樣 政府從來沒有阻止藝術品投資 政府從來沒有辦法說 不准藝術品投資 可是 政府也從來沒有支持藝術投資 他沒有講不准 但是他也沒有講支持 所以每家銀行就不敢做 那這兩個我們的消息人 地圖呢 到了某一個規模 某個階段之後呢 是我最後要進行的 藝術基金跟藝術融資 再來我們國內藝術投資的市場概塊 第一個我們先了解 藝術市場 根據ArtPrize 這個是全世界的藝術的數據人 我們公認的 最有公信力的一個雜誌 ArtPrize 他公佈的 從1998年到2017年 這藝術品20年來成長的平均值是4.5倍 但是第二個訊息更重要了 從2009年開始 中國已經超過美國了 只有2015年一次喔 其中包括去年前年 中國的藝術拍賣市場 一年的走成交流 已經超過美國了 這代表什麼 訊息 如果你想投資藝術品的話 你的目標絕對是什麼 中國藝術品 中國書畫 中國文物 我講的是不關政治喔 我講的是藝術品 因為中國藝術品的總成交量 以及是世界第一的 相對的 也要告訴各位一個不好的訊息 台灣的藝術家的作品 相對的在市場的價值 就是比較弱 這個也無關乎政治 像我當時 我就買了很多台灣系列家的作品 到目前的人不沒有爭執 可是我的心態是愛台灣 就不要買藝術 所以當年 是從這一點的時候做起來 但是你要從投資的觀點 一定是中國藝術品 等一下我來練練 看台灣的藍術家 更可惜 非常可憐的話 措施比較不恰暗 比較可惜一點 這個是2021年 全世界拍賣公司 它的總成交額 可以讓各位了解到 前五名 第一名第二名 蘇物比跟加斯德 這兩個在國中之間 有時候加斯德第一 有時候蘇物比第一 那基本上呢 蘇物比它是偏重這個蘇化 加斯德是偏重油化 這樣子 加斯德油化一定會超過蘇物比 蘇物比的蘇化水墨一定會超過加斯德 他們蘇物比的總成交量 大概是四十億美金 台幣一千多萬 所以就說蘇物比加斯德 蘇物比的總成交 是在一千萬台幣 那第三名第四名 是中國的加德的保利 它大概就是兩百萬台幣一領 第五名呢 是副議師 這個也是歐美的 差距非常多 所以大概全世界的就是五強而已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蘇物比加斯德 兩百多年 中國的保利加德 加德要進入三十周年 保利只有二十年而已 所以它的時間是很短暫的 但是歐美的 你可以發覺到到最後的大者恆大 會集中在蘇物比加斯德 歐美第三名的負義師一差距拉開 差十倍 中國這幾年也有趨勢 它集中在前兩年 保利跟加德 那臺灣呢 臺灣的數據呢 基本上比他們 還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像畢圖呢 在2021年呢 我們的營業拍賣市場 也是全臺灣的第一名的 只有臺幣十億而已 十億距離道路的兩百億 距離歐美的一千億人 差距非常多 這代表還有很大很大的空間 那臺灣的拍賣市場 其實 競爭力 非常有 我告訴各位一個現象 大陸最大的保利加德 全世界最大的蘇物比加斯德 各位曉不曉得 蘇物比加斯德 進軍台灣 進軍亞洲 應該不到三十年 他們首部進軍亞洲 是在臺灣 蘇物比加斯德 在臺灣大概三十年前 首胎 代表什麼 臺灣在亞洲 擁有最強的收藏家實力 也擁有 最藝術 喜歡藝術人口最高的比例 所以蘇物比加斯德 來臺灣了 可是因為臺灣的稅 拍賣藝術品交易之後的所得稅 沒有辦法更善時代 所以他們只來臺灣一連 隔壁就去香港 把香港從藝術文化沙漠 演變到現在亞洲藝術中心 就是因為稅制的關係 可是臺灣的政府 終於覺醒了 在去年通過藝術品交易 採用分離課稅 就跟股票交易一樣 買賣的時候 繳證交稅 年底不用繳證書稅 藝術品交易也一樣 交易的時候 扣落槌成交我們的1.2% 還稅 年底不用再交稅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很願意在臺灣送牌 不然的話我告訴各位 現在蘇富比加斯德 他全世界最大的四個攀愛市場 第一個紐約蘇富比紐約加斯德 是他成交的第一名 第二名就在香港 蘇富比和加斯德 第三名才到倫敦 巴黎已經變成小拍了 所以有人跟你講 我這個是巴黎蘇富比買的 巴黎加斯德買的 你不要被他蘇富比影響 你聽到巴黎就回他一句小拍 就對了 他裡面已經都沒有 貴奏的拍片 就是他們都是三大 紐約 香港 跟倫敦 但是你想不想得 香港開賣的拍片 有絕大部分 是臺灣的時候才這樣送開的 買翻也是 去年 香港蘇富比 一個不公開的 露出來的一個訊息 香港蘇富比最大的買家 是在臺灣 香港蘇富比去年 跟他買最多藝術品的 是臺灣人 寶利加德 因為他們大陸之前 並沒有藝術拍賣 他們這兩家拍賣公司的前三年 都是臺灣人去幫他的 所有的拍品是臺灣人提供 寶利更好笑 他乾脆呢 他乾脆呢 前兩年拍賣呢 完全是找臺灣人去幫他做 家本還是東國人在做 只是呢 他是從臺灣收產家增藝術品 保利乾脆呢 就吸取臺灣人 這臺灣人過去保利人 把他的開賣業務做起來 其實到今天這一刻 就是臺灣的收產家 或者是買方 還是擁有兩周裡面 最強的實力 所以 我們現在要說給他 臺灣拍賣市場的 競爭優勢在哪裡 像這一張 2月前12月去年12月 地圖攀愛拍賣 張大千摩登市民 這一張 當時一上拍就轟動了 為什麼轟動 這是藝術品有趣的地方 這一張的幾十年了 大家都曾經 也在悟溝的演講 都曾經知道這一幅畫 他是張大千摩登市女的代表作 張大千市女代表作有兩張 一張是古代的市女畫 這個在大千當時送給張群 之後張群的家人 在家門拍賣 拍了六千萬人民幣 而臺幣是兩億多 張大千會送給張群 表示還不是他最愛的 這個現代的摩登市女呢 張大千在世的時候 沒有送給任何人 過世之後呢 結果他探探徐文夫之後 其實會有過世呢 就下落不明 一直到地圖台南出現 非常活動 為什麼 他已經討論了幾十年 甚至於在故宮 月康三頁 也跟我討論這一張 大家在討論張大千 市女畫的時候 第一個評論是這一張 1944年 他在畫一個上海的摩登市女 1944年 八十年前 張大千能夠把 他的玻璃絲襪都放出來 有沒有發現 他連玻璃絲襪都沒有放出來 這個紙張呢 你現在可能看不清楚 他是撒金的 你看起來沾沾的不是 這是金 撒金紙 張大千最重視的一張畫 在疫情嚴重的去年12月 拍了1.95億落錘 還有2.31 買家要付2.31 這張畫 賣家在台灣 買的也是台灣 那這裡 我要講的是 我們台灣 再有什麼優勢 兩大優勢 第一大優勢呢 我們所謂的渡海古家 張大千 古西雲 黃軍碧 還有兩個制的 呂佑任跟台進 這五大家有一個共同點 他們在大陸時期 就非常有名的 全國今之的 最大的藝術家 然後跟著國民政府來台灣 所以他們的前半生在大陸 中國 後半生來台灣 所以 中國人是把他當成是中國的藝術家 所以他們被摘入 他們認為這是中國的藝術家 也因為他們的後半生在台灣 他們最好的作品 最丟風的時候是在台灣 所以後半生的作品 遠比在大陸時期的創作貴很多 所以你今天上了這段課之後呢 你更得到一個基本常識喔 你不要聽到 跨座跟環地場不同的是什麼 環地場呢 地保每一戶的價錢都一樣 都很貴 跨座的人你不要聽到 沾大圈就是1.95億喔 我告訴你這一場攀賣會 我們地圖有10張張大圈 有一張才幾十萬元 是假的嗎 不是 但是是張大圈早期 在大陸時期的作品 你把它比較一下喔 國務差太多太多了 所以他早期的作品跟後來的作品 供應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是我台灣的優勢喔 這五個包括張大千 包括普其旅 包括環境碧 包括這個旅遊刃跟台季龍 他的最巔峰是在台灣時期 所以 大陸的收藏家 他想挖 這渡海五家好的作品 他曉得這幾十年是在台灣 所以他只能從台灣買回去 這台灣第一個優勢 有這渡海五家的好的作品在台灣 第二個優勢 從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灣的時候 所有的故宮最好的作品 叫做台北故宮 所以中國他們都知道 他的中國北京故宮人是 現在慢慢挖出來的作品 收集的作品 當初最短的 都是給我們運到台灣 台北故宮 這是民國四十年 民國五十年六二十年的時候 文化大革命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很徹底的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很徹底的 我相信各位也都 趁著半夜清到外面的垃圾桶 那民國五十年都是誰的 都是趁著半夜 月月風高的時候 偷偷地清出去 這時候就有一群人 生意人到處都有 他就專門在垃圾桶上面收集 然後以貨櫃以貨櫃地 運到三個地方 一個是台灣 一個日本 一個香港 所以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所有的文物 都運到這裡來了 當然器物瓷器類 這不是文化大革命 這八國聯軍的時候 運到貨櫃 所以你發覺到了 現在瓷器還是最貴的 都是在紐約 和加深的數目裡 例如是當時八國聯軍人 過去的 那這個 第二個階段 就是我剛才講的 文化大革命 很多人半夜收集這些之後 貨櫃以貨櫃地運往台灣 都是走私 那時候以貨櫃買才一百萬 現在一屆賣回去 就是要一百萬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到 欸 台灣有這麼多古董店 這麼多文物店 可是台灣之前不是日據時代嗎 日據時代怎麼會有古董店呢 現在原因就告訴你 當時的走私 一貨櫃的寄來之後呢 就足以開一家古董店 所以你可以發覺到 從民國六十年七十五十年六十年之後呢 台灣古董店就出來了 一貨櫃就一個古董店 貨櫃更大的人 就是一個大古董店 現在一個比較頑固的 他都一百想 他擠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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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了 從大陸越過來了 到了民國七十年八十年 台灣經濟起飛了 其實你不要看中古現在經濟也強 他是最近二十年的事 離國七十年八十年 他的經濟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無法大革命剛剛結束而已 台灣經濟起飛了 中小企業一年賺一百萬台幣 其實很容易 拿去中國大陸 這不是我講的 那些企業家跟我講的 不只一個 可能跟我講的有幾十個都有 他單止去 隨便哪個藝術家 最大的吳冠宗 林峰蓮 到他家裡去 他們還打開隨便臉箱 買一張大盤送一張小的 你只要給他美金 因為他們那時候最缺美金 拿一萬美金進去 簡直不是你到隨便你挑 有一個時候他這樣跟我講 那時候 那時候 他還沒有死的 他那個還不要 淘汰了十幾張 他現在講 每一栽也都要一兩千萬了 即使有品相好的 也從兩千萬變成一千萬而已 當時是十萬塊還可以夾帶 他都不要 沒想到 當時是這個樣子 台灣在美國七十年到八十年 你到大陸去之後 所有的文物 就怕你沒興趣而已 不要多 你拿一萬兩萬美金進去 那簡直是 會把你當大爺 每一個藝術家都請你到他家裡看 或者是收山家 甚至於他的文物店 那時候是官方的 他還是缺美金的 你讓美金買 他只賣給外國人 只賣給台灣人 還不賣給他們的本地 他收美金 不收人民幣 這是 這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隨著國民政府帶來台灣 第二個階段 五號大革命總是過來的 第三個階段 就是七十八十年 台灣 周小企業 比較早起來的時候 繁榮的時候 到大陸去買的 那些在台灣現在還非常非常的多 那些就是中國想要買回去的 那當然像 這一張跟剛才這一張都是特例的 我剛才講的這一張 那各位今天呢 你只要我給你的這些圖 你大概熟識一下 你踏出去之後呢 跟你的同學聊天 或者朋友聊天 你可以以一副 藝術欺賞家的姿態跟他講 我相信呢 他一定對你的 流露出羨慕的 崇拜的顏色 像這一個就是我講的 大街 摩登士女的 最好的一幅畫 賣到了 兩億台幣 這個是我們台灣賣的 而且這一張 在去年 在去年 是 中國書畫 全世界 包括書物品家式的 中國的保利家的 前 十大作品 第八名 台灣拍產的 拍品 首度擠入 中國書畫的 茄石林 他是比達人 你剛才看 兩億已經是去年的茄石林 之前 這台灣第一次擠入 之前不是 美國 就是香港 後來就是中國 這一次首度的台灣擠入 然後這一個也 這一張 這是普希瑜 的作品 那 他還有意義 這個是普希瑜 送給余宥任 因為余宥任是他很崇拜的一個 學者 所以他很誘心 白苗觀音 白苗觀音 余宥任呢 就認為這一張太有意義了 他轉送給他的長子 林萬格 在戈爾營養 當大使的時候 他轉送給他 照牌地圖 他約了三千萬 創下普希瑜的世界紀錄 普希瑜的世界紀錄 不是在香港 不是在中國 是在台灣出來的 三千萬 他當然買的人 應該是中國人 是中國人 那這個是普希瑜的世界紀錄 這一個的收傳家 麥芬 他也是老師 岸江大學的老師 但是他很早就進入收傳 其實大學老師你的薪水幣不多 我記得我在文化 教了二十年 我第二十年的時候 副教授薪水的人 好像也在八九萬而已 而你們出去呢 認真一點的話 努力一下 不到十年你的薪水 就去超過副教授 所以不要以為教授薪水給高 教授也只是在做一些人 奉獻人 如何呢 這個教育第二代的工作而已 那我這裡要講的是 這個是淡江大學的一個教授 但是他很早就投資了 很早很早就投資了 他在一開始淡江交的時候就投資了 其實他的淡江沒有退休 他大概呢 應該已經十年前了 就遲遲不交了 因為他存住藝術品的收入 他已經是住豪宅 這一件他當時買的時候呢 也才買幾十萬而已 可是他眼關會 看準時機出手的 他賣可以賣三千萬 那 在座的各位可能不曉得 我的華丹博物館裡面 有普希旅人 加速來給華丹博物館 有142件 好像他裡面有一些白鳥怪獄的樣子 此處我是不曉得 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要多利用我們這個 華丹博物館 好像最近 又在漲口心裡 去年是 或者是應該有地方可以看一下 這是你來得的機會 一般外面的人 想要看都看得好 而且是普希旅 最金貴 最精華 最好的價值 那個在外面如果 市場上來 那也都是要幾百萬幾千萬 可是我們華丹博物館上面 卻有 你剛剛看來這一張 就是一張紙而已 重點是紙上面的內容 這紙額 四五十零 再來第三個 雨又熱 你也是先了解一下 以後你看到這個字體 說這樣你到朋友交通 跟同學去灌他臉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字體 喔 雨又熱喔 我相信 同學就會對你肅然起敬 那種籌辦人也誰又出來了 那雨又熱呢 不只台灣 中國大陸那邊 也把他尊稱 草聖 草書 的第一人 那雨又熱他那時候 要致力於草書的這個範圈 他寫一個草書的範圈 後來沒有成功 但是呢 也中國那邊 西安都有雨又熱博物館 他們盡全力來收購雨又熱 像這一個 串下雨又熱的紀錄 四千五百萬 四條坪 他跪在哪裡 你能不能 列出來 右邊開始的七個字是什麼 國土 國立歷史 歷史博物館 哇 好厲害好厲害 真的是好厲害 它是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界管祭 你再到歷史博物館去看 就是有這一個 當時雨又熱寫了兩幅 他這一幅可能先練習 他那一幅真正的寫完 是售給歷史博物館 當時的界管祭 你現在到歷史博物館還有 他這個搜查家 我可以稍微透露一點 其實攀愛的最大的 一個機密 一個基本的道德 你不能透露買方 賣方是誰 就是最基本的道德 但我稍微違反一點點 這個是日本的搜查家提供的 當初雨又熱 他最後一批最好的作品 掌轉到了日本 日本搜查家回流 當時他提供的時候 這真的是日本人提供什麼 這是日本人提供 日本回流 他知道台灣是漁遊任 排的一定比走谷 比香港好 當時我一看到我也嚇一跳 歷史 趕快去跟歷史博物館這一段歷史證 我會了解一下 他當時本來歷史博物館 還曾經考慮了 要不要把它收購回去 有意思 可是他要考慮到金額 他們的館費 比較有限 所以後來他是飯器 這一個呢 他的歷史性 所以你的藝術收藏 最基本的是好美喔 那是最基本 再深度你要看他 代表的故事性 稀有性 他的價值性 那又不一樣 像這個如果不是歷史博物館的借款計 怎麼可能四條片到四千五百萬 所以他寫得還好 點多點多點多比是一千萬 就是因為歷史博物館 所以大加豐強 這個白的人 是中國一個最大最大的搜查家 他自己有一個中國最大的美術館 那我這樣子點了 如果瞭解 你應該都知道 好 那其他就不能講 這個就是余優潤的紀錄 很好認 你看到這種草蘇西市的就是余優潤 然後你如果還想去學的話呢 哪天去行天坡 你看別人行天坡就是余優潤寫的 那裡面有很多很多都是余優潤 可以到那邊去練習一下 再來 我要造出藝術投資的第一步 價格有多樣性 你自己要先判斷 從我們的新月藝術家幾千塊的下手 還是現霸廊下手 大概是至少幾萬到幾十萬 還是拍賣費可能也有幾千塊 幾萬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 甚至也還有一個作品 這三個等級 你自己去判斷 另外呢 現在也有網路拍賣 通常的拍賣公司都有經營 我們地圖也有經營 其實拍賣公司呢 像這個輸入比較適合 它大概在最近五年 才開始大力的拍賣力 可是我 我的地圖呢 事實上 我的十幾年前就開始了 還早還早就開始 那它的好處是 你不需要到拍賣會現場 你直接 手機上就可以完成 有些人不想付款 因為拍賣會你要到現場去 要看立場 隔天到現場去舉牌 那你直接在手機上 就可以全部操作完成 這個很有趣 所以 如果以地圖當安安逆等 有幾百塊的 一兩千的 到幾萬塊的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猜 你不要只被 我那一張大籤兩億人就嚇到了 你沒有那個錢不可能 那是其中一屆的 比我五千塊的 那安安逆等其實 有很多名人 都有參加 因為你要登記你的資料 甚至有幾位 沒有你的大學校長 講出來 你們都知道的名字 他也有在裡面 好玩 那藝術品呢 它有一個二八原始 前兩層的拍賣品 它就佔這一次 總成交量的八層 一上 我這個統計 你看一下 以後你也可以進場 這個是把全世界 所有拍賣市場 它的落垂價的基準 百分比 你看一下 它錢 90%是兩萬美金 60萬 你可以以90%的拍平 你都可以買 50%你看一下是多少 一千萬美金 三萬塊 只要三萬塊台幣 你可以買所有拍賣市場 一半的拍平 它差太多了 沒關係 10% 150塊 4千塊台幣 你就可以買10%的拍平 可以的 所以藝術品 藝術品沒有你想像中的 那麼高單位 誰叫你看1% 誰叫你看最前面的 你三萬塊就可以買50%的拍平 隨便你挑選 那這個呢 這個呢 我舉例 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這是我以地圖拍過的 一般 拍賣會的圖錄上 會寫低域股價和高域股價的範圍 低域股價就代表起拍這樣 那高域股就代表了 一般的市場合情最高是這樣子 可是卻拍到70% 那怎麼會這麼高 一定有原因 為什麼有原因啊 去猜一下 發掘這個奇運早的 他在清代的時候呢 輔佐四位皇帝 他教導了 他教了 因為這個身份特殊 但是我現在講 你當然覺得沒什麼 可是你如果 在我還沒有講之前 你用5萬塊買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賣到70塊 我舉例 照來歷徒人 曾經拍過了 普希宇的一張畫 其實普希宇的 大概我剛才講 最貴的那一件是3000萬 可是呢 他也有幾十萬 通常小品人 都是幾十萬 就有一位搜查家 他買了一件幾十萬 品項不好喔 又有點花美 又對四萬 可是他買這一件是有原因的 一般攀賣公司 他不可能會 三百多件 都很用心的搬你去找他所有的出版 不可能 這個搜查家他真的很厲害 他自己去找尋出版 他發覺到這張普希語言 不只有一個地方出版 有好幾個地方出版 出版就代表現在大家最認同的價值喔 但是你要記得 這十年內出版的沒有價值 因為你買了之後再去出版 那誰都會啊 而說在幾十年前 五十年前 六十年前 那時候曾經 有出版過的 那是代表有價值 這位搜查家他找到兩個有出版的 他再拿來我們的地圖拍賣一拍 兩百萬 同一件作品 隔一臉而已 所以 確實 我知道了 有很多搜查家 他不是大企業家喔 他還是薪水階級喔 一個月就是幾萬塊而已 可是他還用心的做功課 就是 途路一來之後呢 喔 海味物果嘛 所有的雜誌 在哪裡有 例如說他物果 想在華康博物館 普希瑜裡面 有一件類似的 或者不是 比如說當時的普希瑜 他是有一件一稿多畫等等 欸 這個故事把它寫上去 或者他出版過幾次寫上去 或者曾經普希瑜在什麼時候的展覽 或者普希瑜哪一個故事 能夠露在一起 就像我剛才跟張大謙 那個故事 連故宮演講的時候 故宮的月康 對我寫那個故事啊 對我這一張畫 張大謙視迷圖 最惡意的幾個作品 你只要找到任何蛛絲馬跡 現在 那些搜查家 這家企業家在搜查畫作 他絕對不是只有一張畫 他希望買這張畫 連帶的故事性 他有故事性 有代表一個文化 有代表一個藝術家 某一生的一個轉捩點 欸這個就特別有意義 再高頒獎他會強 他賣是這樣子的 你只要期待兩個人 揮耀不可 價錢高到難以想像 他不讓 不讓兩個都一直搶一直舉 被舉到一般 從一百這位一代鐵的 到兩百到三百到五百 都有可能 那這些呢 你可以看一下 發覺到 其實大部分 除了藝術 意味高之外 有些就是政治人物啊 像林元宏我們學歷史都有啊 對不對 好 那像 這個 袁錫珊 也是來台灣的協責業長 因為這些歷史人物 他們也都有這個價值 再來 我們藝術投資的管道和門路 大概主要就是四個地方了 我們的一級市場 就是藝術家或者畫廊 你把它叫一手市場 藝術家畫好了 直接跟他們 或者藝術家畫好了 再畫了展覽給他們 比一手的 一級市場 然後買了之後呢 收藏 然後經過交流之後呢 最後到販賣公司 叫做二級市場 那一博會裡面 已經結合一級的二級市場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藝術產業的通路 那我剛才一開始留給各位一個數字 大概一年的總產值 就是一兆台幣左右 主要就是這四個 那它組合的方式當然也是這四個 另外我剛才有講的 大概這三萬元 就是每一次所有拍平的50% 都隨便你挑 那我還做一個百分比 你看一下 這裡面 對你初學者來講 水彩可能佔20% 這個 油畫40% 初學者來講 可能就能有時候 我看水彩 那種韻味飄逸的感覺 比我更喜歡 個人的喜好 可是 我要提醒你的是 當你要投資的時候 以後它的市場價值 同一個藝術家 他的油畫 會是水彩的10倍到100倍 你當時買可能是差10倍 譬如說這個藝術家 我買他的油畫 用這張啊 油畫可能要20萬30萬 這張水彩10萬 會比較便宜 我買這一張 可是當它油畫變成200萬300萬的時候 水彩就是20萬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趙吾吉 趙吾吉也有花水彩 他的水彩最貴最貴 並多200萬 100萬到200萬之間 可是它的油畫2億 當它年紀越大的時候 油畫跟水彩的差距會越大 所以你如果純粹欣賞 那你就是喜歡水彩當然可以 但是你如果是要投資 以後的價值性的時候 絕對油畫越高於水彩 這是當你要收彩的時候 自己協定也要效果 再來 當你要進入拍賣市場 一個最基本的 觀念 在台灣 我們買油畫 都是講幾號 幾號是怎麼算的 長乘以寬 除以200 一張黎晰片 是不是大概長是20 寬是10 一乘200 這是你號 所以你號就是一張黎晰片的鏈跡 所以你 這個有幾號 你大概顧一下 接下來那個 旅遊人的照片 我們顧一下 長度大概是 60 公分 寬度 40 2400 除以200 所以 你看起來那麼大 大概是幾號 還有20號 那只要一號 多少前一層 就是它的價值 所以 油畫 我們是以幾號來看的 所以你製造這個之後呢 就是一個基本常識的 幾號就是把它長乘以寬 除以200 那水墨畫呢 書畫呢 它是以幾材 幾材就是長乘以寬 除以900 幾材就是長乘以寬 除以900 一材是多少錢 這樣子 比詹大千的畫作 一材 好 通常呢 是超過一百萬以上 然後 我們雖然是欣賞 但是你深度的欣賞 就會進入收藏階段 深度的收藏 你一定想知道它的價值 有沒有爭執 就進入到果汁的階段 那收藏的管道 第一個 你可以到拍賣市場 當然建議你 要到一個購心 比較好的拍賣市場 例如說地圖 比較不會買到不好的作品 第二個畫欄 但是你要請它開保證書 第三個藝國會 第四個藝術家本來 這幾個都是你買畫作的一個地方 接下來這兩個 要避免喔 儘量不要私人仲介 因為這個仲介人 他就是靠哪個畫作賺錢的 他不賺一筆怎麼可以 而且 真偉量保證 還有一種說詞 這個台才用 尤其是對什麼對象 大老闆 我聽過太多大老闆跟我講 都被推展幫顧 欸欸有口有口 呢這句話有一個朋友找到跑路 整批人 其我周轉一下 幫我鑑定一下 我听到这句话就不用鉴定了 这句话就代表骗人的术语 因为他是故意用这个假件 他能够拿一批花来敌 他一批花他来敌是很简单的去让你们 批了把这个假花 批完之后找一个理由来骗人 这两个人千万不要死 然后经过刚才那四个阶段 你买化还要做几个步骤 第一个多找几个顾问咨询 不要怕被人家笑 第二个多参加各种拍卖会 在拍卖会前一天会举办预长 这个预长不用没票 每个人都可以去看 他不用没票 不用入产卷 他是开饭的 每个人都可以去 现场通常还有点心 看完可以免费去吃 所以这个部分 你可以去多参加 三百届里面就有一两百位艺术家 你看完一次之后 你看个半天 你就会很了解艺术产业 然后只要来路不明的 整批的某某什么以前的老国太老立伟 我这个领域用了三十年 现在都已经落伍了 他的留下的东西还可以看得要不要 再来 据量从 拍卖会刷 买的时候要买有出版记录的 有出版记录的 有展览过的最好 第五个还重要吗 买完之后呢 多跟朋友分享 这个还重要吗 有些人他买了之后 也不喜欢让他知道 到时候拿出来卖了 我要一次红豆 让你破坏了之后 你就知道躲起来 还有危险 多给朋友分享有什么好处 不同人看的时候 你这一张就对了 这种类型的 但是就是有一批就是在做这个假话了 你就晓得说卖给你的这个人 以后就不能碰了 多大家分享 你越封闭不给人家看 那个卖你讲话了 就一直卖一直卖 我看过太多太多的悲剧 有些是专业还高 我举例一个台大医学院的医生 还当到院长哦 台北市立医院的院长哦 这个地位这么高 去他家里看 一屋子都是不对的事情 都是假的 我不能跟他讲 为什么 他现在八十几岁了 他活着的就是 每天看到这个这唯一的成就感 他一直都回来记录 幻想着这些人 已经超过年代理的收场了 一讲的话 他这人是没有意义的 不得讲 太多了 那医生是最容易的 为什么 因为医生第一个 他医科不简单 有科为这 他开口并排他一身 自身一七级的 不得了 所以他越不会听别人 第一个 第二个他的环境 都是避忍 他到回家就休息了 所以他没有管道 没有人跟他讲 你这个买错了 所以他一只买一只买 竟然能够买几十年 我相信那个为他讲话的人 假持气的忍力的高兴 我这一生怎么看到这个贵人 永远不会发现 那还有一个 这个就 有时候呢 也是有一个他是台山 到中国大户去 然后呢 他也是拿一堆 我一看也就不得了 在中国大户那个时期 我刚才讲的 你知道丢一万块给伴侦呢 可以拿多少东西 可是我也是 他是丢一万块给卖假话的人 一直都说 我问他 那个人到现在来 哪天传给我 他认为是他的博物 一天传两件给我看就完了 他还没发现 他传给我了言 我都没动静 他怎么不会觉得有问题 我就问他 那你那当初怎么买的 他说当时在大户 才买个篡业啊 然后户地找那个人 那我心里想就完了 那个人一直在为你讲 还为你讲的 你大概没见过 你大概没见过 所有的画作 我们里面开场 他都有 全部都是假的 你会相信吗 所有的画作 张刚先 浦西鱼 佛西鱼 游泳 全部都不对 就是 你要多跟朋友分享 那主要别人就不要找仲介 仲介就是看 就是他在卖这个东西 在找这些人 有那么多的管道 有开卖公司 有画廊 有艺术家 都可以 那你勤讨异国会 各种讲座 各种朋友分析讯息 你就晓得最新的讯息 什么东西流行 什么东西是假的 你就比价不会出问题 出了问题的人 也晓得怎么去阻止 不要继续买的 基本上 大部分的人 都曾经买国家 我跟他讲 缴学会缴学会 艺术品一定要缴学会 你缴了之后 才晓得正确之路 但是我今天 这些 你如果照这样做 其实不用缴学会 因为刚才就是 我缴了学会之后 才得到的心得了 那跟你讲 你就不用缴学会了 再来 艺术投资的种类 接下来 你大概看一下 看完之后 你会就懂大部分 你跟同学跟朋友聊天 其实你可以讲两句胡他 首先古董类 第一个 我来讲瓷器 古董类有一个含话 假的 他叫不开门 开门就是号 对的 所以你不要讲不开 你不要讲假的 那这个不大开门 朋友就会素能奇迹 含话讲出来 第二个 不对的 但是很少人家讲的 为什么 这男友讲的 他一定是个瓷器人 就是瓷器人 只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作品 这样子的 破裂的人反照的而已 高古茨 第一语叫做汝瑶 你看这个形状 大概就这样子的 还有更基本的一个基本盘 它的颜色就是天青色 卤瑶 这是高古茨的第一语 然后你记得 全世界真正大家认可的卤瑶 不到50个 扣除北京故宫 台北故宫 以及几个博物馆之后 市面上的只有十几个而已 可是 你在到台湾的民间看 有些人插库一打开 他卤瑶就几十个人 哪有那么多卤瑶 那这个就证明是他们家的嘛 那这个历史就多了 就把这家 演技公司啊 他父亲单纯就是普希玉的私交 然后交据票 这连带关系写错来说 那他就说 哎 这一张舍不得啊 这一张又学我们家里 某某演技公司 他的家流做激烈了 就说可是你要拿一个代表性的 让人家衬托出这个故事 这一届才能拍得高啊 不然这样子好了 这个演技呢 你就出一个拍不掉的价钱 这样你还是拿回去嘛 可是他的故事系不就可以 让大家知道把这个价钱太高了吧 我说那你看看你 你这一个走鬼打鬼的 这没有基比吧 你这回可以拍多少 他说底都两三万 我说对啊 那你说 不要写一个你不想要的笔价 拍不掉的笔价吧 我说好 那都写五百万好了 结果没想到拍到六百多 拍完他抱着我痛哭 抓到你怎么抱 那个目的是要衬托这一张拍得高 我没想到 四彩两三千人 因为这两个的关系故事系人 他竟然能够拍到六百多 那这一张呢 就是普希比较代表做的 比较好的山水 这一张有一匹马 踏巡 那这个马呢 这一匹呢 是拍了一千多 这一张 这个我所谓地图拍过的 还居壁 其实还居壁在杜海三家里面呢 我们说财华上不是批评啊 我们说财华上去比较 它是比较没有财华 还居壁 四个字两句话就可以讲完了 瀑布 云产 结束了 还居壁的话有八九成不是瀑布 就是云产 小瀑布 小瀑布 佳云 所以他来站稳 杜海 他真的禅系上比较 比较大千里普希云 差距很大 可是他这个算五串风格 这一个有多大 非常非常的大 这每一个 就比我们一个人还大 四条平 大瀑布 这个是还居壁画过最大的画 照来地图拍到四千五百万 串向还居壁的世界纪录 所以杜海三家的世界纪录 都不是在路别家世的 也不是在 这一个中国照来台北 就串向 那再来 接下来我们起个基本的代表作 李玉山的特征就是 他的智能 还保证了 所以你这样大概看一下 以后你再看这一次的日子 就是李玉山 以后这个看已经看过一次了 对不对 再看一次就很熟了 能不能读出来 不相信 不相信过去 然后呢 要创造将来 创造将来 创造将来 平常写了那个字句的词汇 我们在3月26号地图拍案会 被拿出来 蛮有兴趣的 他参加整批要送牌 那个就是整批的 旅游刃 他不会临时想出来 他那些一些材料的词汇 他都做笔记在里面 一门笔记的 他翻开根据你要的 他就写 那最右边的人 这个就是台记楼 最右边这个就是台记楼 台记楼字也蛮好证的 陆绝夫 郑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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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可以自须肉依 陈立夫 陈立夫的字也傲偵 但价钱不高 大概5万块左右 所以想要5万块左右 大陆的画派分为5个 第一个金晶画派 这个是最大的 北京人跟天津 吴冠州 李克冉 齐白石 都是 第二个海山画派 就是江浙地区的 徐飞猴 武藏树 和黄冰猴 第三个金晶画派 呼报石 这他最有名的乡夫人 就是这个样子 草耀画派死辱代表 里南画派是最可惜的 你不要看大陆 他整个国家是在一起的 可是基本上 北京 是瞧不起 里南就是广东 基本上是瞧不起 有一度 大概是六七年前 广东他们自己很吉利 要把这些艺术家做起来 但是他现在没有下去 他做到一千万左右的时候 就撑不住 到现在又跌下来 他的主要代表人是 官山院 林修才 跟这也可能赵少海 那台湾呢 大陆的当代 你就不用追了 现在都已经一折 三折 两折 一折 好 当代就是他四大天完 现在还五六十岁 那台湾呢 这几个 刘伯松 窝好脸 刘伯松是台湾水墨 目前还起价钱 在世的 艺术家最高的 他一彩 成绩到五十万六十万 当然在开卖产 可以卖到比较便宜 三十五万到四十万 一彩是长城宽 出九百欧 一个三十公分 乘三十公分 但是这样子 就要卖五十万 刘伯松 是目前台湾当代水墨 还活着的 价钱最高的 远比其他才高 欧豪莲 这也是我们文化之官 文化佑豹的博物馆美术馆 现在还非常火腰 大概已经九十岁了 李奇茂已经过世了 郑善喜也大概八九十 张冠毕业也过世了 周辰余可乐博士 这个也是我们曾经拍过的 再来就是欧豪莲 我们曾经拍过的 李奇茂的特色 夜市 你看什么是李奇茂 这个也是很清楚的特色 正善喜 正善喜 个人风格很强烈 李毅最贵的就是红墙 再来 再来 鱼盒 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最可惜的 台湾的前类艺术家 最跌风是李登辉时代 那时候其实炒作到沉沙多尿季 所以好像到了一亿还是九千多万 现在呢 同样的发作可能 不是要折 而是三层 甚至有两层 为什么 就是有一句话而已 这一个艺术品就是国力的延产 代表国家力量的延产 台湾 现在我们台湾 武力刹链 美国被保护 这是我们的运气吧 好 包括有台积电 我们自己的实力奖 19年地理刑事 美国要主打中国 这是我们的运气好了 可是艺术品 完全是看实力哦 除了台湾之外 没有一个国家的人 会买台湾的艺术家的作品 那台湾自己在买 炒到最高之后就跌下来 很可惜 除了台湾之外 没有其他人会买 最高的两个是 陈辰波哥尿基孙 再来是李思小跟杨塞亚 像他先一旁 玉山一旁 他那个杨塞亚 应该是最大的杨塞亚 当时的买是一千多万 现在他只剩两三台湾而已 然后当代的艺术家 这个也是一样 这样很多才年轻 其实我也曾经爱过台湾 华民者也有一些心有没有买 但是我个人真的就存在一个 爱台湾的心 所以不争执也不说话 可真的要争承投资 但是一定是水墨 一定是刚才有说过 杜塞三家 那这个是当代的 台湾当代的 祸干 以及这一个产域等等 好 那这个就是关于的 几个当代的部分 再来就是水产 塞个马海水 蓝月地 跟西德记 这是台湾最有名的 当然 故事美术系 都晓得了 好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希望 你有初步的概念 包括最贵的一幅画是什么 然后看到之后 我的小的张大千 普希余余佑任 好 有初步的概念 代表我的期待的是 接下来 你能把艺术 融入在你的生活中 好 谢谢 非常地谢谢 西海同事长为我们 做这么精闢的 艺术投资市场分析 谢谢